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造出液体黄金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 这种山羊就生活在摩洛哥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要知道摩洛哥在非洲可以算得上是一片风水宝地了 毕竟这片45.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至少五分之一的面积都覆盖着浓密的植被 按理说越是植被浓密的地方 山羊之间的食草动物就越会往那里聚集 因为这样起码不用担心找不到食物 不过摩洛哥山羊却偏偏不按常理出派 相较于这些草木茂盛的地区 他们更向往的是那些干旱的地带 并且他们一般也不会选择吃草 而是要爬到树上去吃树梢最嫩的树叶 在小边看来这绝对是一群有想法的山羊 不过这样一来也有好处 因为每当这里的阿甘树果石成熟之后 他们都会三五成群的爬上高达十米的树枝去采食果子 而牧羊人则会跟着他们等待检视羊分中的果核 他们从果核中提炼处的阿甘油 据说价格比黄金都贵 这样一来摩洛哥山羊也算是帮了牧羊人的大忙了 对于这群有想法的摩洛哥山羊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欢迎订阅